是的 我剛剛談到帛琉飯店 對不起 我開了框 不過這帛琉飯店真的 剛剛看到 我捷品看了都想去 藍天白雲 那個沙灘多漂亮 而且那個飯店還是黃色底 然後還有椰子林樹 這麼好的地方 國民黨幹嘛急得把它賣掉 擺著觀光人數是越來越多 那個土地價格是越來越漲 擺著它不但土地會增值 這個收的現金也多 然後你看連三大 我們台灣的房地產家族 就做飯店幾家都有興趣 表示在那邊值錢 好 這個好奇的問題是在這裡 如果王如璇 當時也是負責黨產的一個監察人 因為他自己說 這個國民黨黨產只有200億 那他自己都可能涉嫌到 陶樓稅 張聖和說 國稅局正在查 到目前為止 他租金都講不清楚的時候 我都好奇 如果你請個律師自己的錢 都搞不清楚的時候 你去賣這個房地產 會不會賣的 大家覺得心慌慌意茫茫 市委是什麼情況下 朱立元一上台 到從去年搞這個彰化 那個西門土地 到現在集體式的 幾乎是全面性的要趕在年底期之前 至少出金超過二十億的資產 不讓人家覺得很懷疑 幹嘛那麼急 我想你剛剛講到帛六 這一個事項 剛剛年晃兄也講得非常的一個清楚 那之前大家不是講 包括在馬英九總統擔任主席的一個時代 甚至於我們朱立倫擔任主席也講 大家都希望講說現在政黨政治 是民主政治都希望講說政黨能夠公平競爭 但是今天國民黨為什麼會有黨產 我為什麼一直強調說 這是工業問題 民國三十八年 國民政府撤退來臺 那我請問民進黨民國七十五年才籌立民主進步黨 在這當中的時候 過去也都是威權體制 我相信這一點大家不可否認 過去臺灣的一個經濟是如何 在日本人殖民的時候是如何 我相信這也不用我贅述 但是在這段期間 我們要怎麼樣能夠蓬勃發展 我相信過去大家都講說 兩獎時代老獎可能拿了黃金來 怎麼樣 事實上我必須要這麼說 現在我們是民主時代 可是過去我們是威權體制 所以說黨跟國是一起的 那黨跟黨跟國一起的時候 你要怎麼樣子 能夠把那個的一個經濟 甚至於工廠或者是說行業 要怎麼樣子能夠讓他促進繁榮 我相信他有他的一個過程 那或許現在我們會覺得講說 在政黨政治在競爭的一個過程當中 你國民黨有董事 你好像怪物 大家都希望說國民黨黨產要歸零 但是在兩千零五年阿扁執政的時候 民進黨籍的一個黃黃雄監委 他也有針對國民黨的黨產 他也來做調查 針對不合理的 針對於講說是有爭議的 我相信在馬英九擔任主席的時候 沒有處理完了 朱立倫主席一上任的時候 他就把認為有爭議的 或者是非法的 該捐的 該贈餘的 全部都都處理掉了 這是當時依據兩千零五年黃黃雄監委 來做調查的時候 我們依據他調查的結果 我們來做處理 那你說帛琉的這一個飯店的一個股權 沒有錯 現在帛琉很夯 那很夯的時候 如果說未來 我們這個是我們的合法取得的 那很夯我們要歸零 那是不是未來的政黨法 怎麼樣在立法院通過 那我相信黨產要歸零 賣也是一種方式 但是如果說像剛剛傑明講的說 如果說你要在 很好購 後面還會越來越購 但是我們不記得 房子會越來越久 要積不住 然後這個觀光的一個產業 會不會沒落 我們也不知道 他有可能會更好 也有可能會往下走 但是在現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說人有情 沒有意 如果有人要賣 你在這個時候 如果給他出脫的話 我相信衛長不是這樣 但是大家一定會質疑 你當時不賣 你等選舉例 我剛才就說 你現在賣 你沒辦法拿到錢 但是也不要忘記了 我剛剛在進廣告的時候 也跟各位做分享 國民黨從民國三十八年過來 然後你看百年的一個政黨 陸陸續續 光是以前退休的人員 他們那個退休金領的是十八% 那現在退休金 你每一年每一年都要撥付 對 那剛剛歐崇敬教授 這一個比我還知道說 國民黨的一個體制 他剛剛也講 說現在國民黨有六百多個員工 可是以前不只喔 以前很多喔 兩千多個 所以說為什麼 那個時候在金埔中 當年秘書長的時候 要做黨工的這一些財測 為什麼 因為你整個的一個年資 員工的年資一直累 一直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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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是壓垮 這一個一間公司 而且你現在民主時代 你國民黨又不能夠做這一個 做這個生意 你跟應該當時不一樣 所以說現在你都不能做生意 所以你開源沒有辦法 那你又入不付出 那怎麼辦 那我剛剛講 目前為止 據我所知的 光是有一些大樓跟銀行的一個借貸 就有一百八十幾億 好了一百八十幾億 不是講說像傑銘講說一百八十幾億 就好像很好 拿起來很散 不是這樣 你要慢慢慢慢的 你還有一些大樓的一些租金 你收來了付退休金 你收來了付這一個 這一個債務的一個利息 然後怎麼樣子能夠 那你也講說 為什麼都已經沒錢了 還要做基金會 事實上國民黨 如果說你這樣的金流 如果說能夠cover的過來 當然是要做公益 那你要怎麼樣做分配 我相信這是一間的一個 這個公司 投資信用公司 他們要去怎麼樣拿捏 這個財務的一個分配 主委你這個講話 副主委你這個講話 這樣太奇怪 如果照你這樣講 他不用集中 這個太密集了 這個所有都是在這個狀況 這個年底 就是現在開始到明年初 剛剛王志堅議員在這邊講了 大家要問的一個事情 為什麼都急著在朱立倫的手上 終結黨產 現在看起來是終結 而且是非常密集 如果照你這樣 他應該每天都需要開門七件事 民進黨也有黨工 民進黨全省也應該 全國也應該養了很多黨工 國民黨現在也要養黨工 因為他在擋機器 他要輔選 那都有這個問題 因為開門七件事 都張著嘴要吃飯 那大家都要問了 那為什麼是在這個時候 急著要籌錢 這個時間點 這個時間點太密集 那當然就是 我知道 因為明年要發年終獎金 他沒有花到 二十一發年終獎金 當然就是轉型正義 剛剛副主委在那邊 談到黃黃雄 黃黃雄在去年 去年有沒有選舉 有啊 2014不是有一個 六都選舉 他在七月中就跟大家講 黨產還是要來處理 他搞了從2000年搞到2014 他後來下來 一大本一大落 他交給民黨說 未盡之智還是要處理 這叫什麼 這叫轉型正義 我相信民黨上來 我們看到的這個蔡英文 即便他自己不想出手 旁邊一堆啊 其他時代力量 還有很多很多的人 他也會在這裡面 要求轉型正義 其實以前 國民黨有沒有經驗 有經驗 我們跑新聞的時候 那時候陳水扁上來 因為陳水扁不知道 他2000年會當選 所以沒有這樣急著脫手 可是陳水扁上來 林全就開始清理黨產 一路再清理 可是就有剛剛講的 善意第三者 就一路在這裡面 就貓捉老鼠 然後就告 一路告 告到現在還沒有清理完 有這個經驗 我想這個黨產大逃亡 是必然的 因為他一定面對 這一次看起來是勢戰 我剛剛講2000年 這個地段是非常多 領標的 當然這一個快土地 還有幾個地號我們可以同意 但是這起來真的時間年 都是在同個時間 二十幾億 以前都沒有發生事情 也說以前國民黨沒有所謂的 擔心錢不夠的問題 現在急著一定要在這個選前處理 我還是要講 他特別找了林宥賢 就是他以前在新北市政府的主機處處長 他特別找了陳樹 在這裡面就積極地在處理黨產 那這個黨產自我急迫地在處理 他直接面對的 我要問的是 1月17號就不是朱立倫當黨主席了 那請問一下下屆黨主席在520之前 來得及處理嗎 我也不認為來不及處理 剛剛講說2月1號要面對新的國會 可是2月1號馬上面對過年 過完年以後到2月15號大家來上班 還要稀里呼嚕搞了半天 你理解我意思嗎 下屆的黨主席可不可以有時間處理 我也認為他來不及追溯 因為你的法還沒過 那我現在正在進行 我要問的是 為什麼朱立倫急著在做黨產的處理 一定在他手上去終結這一塊 那他的林宥賢 他的找來的陳樹 去把這個黨產做了處理 那這個黨產處理完了以後 下屆的黨主席手上有什麼 我要問的是 下屆的黨主席是不是空空 党主席 竟然問到重點 歐老師你怎麼解讀的事情 你也是老國民黨 我跟你講 這個問題太經典了 那下一個黨主席有什麼東西 為什麼急得在1月17號 全部處理完畢 1996年的時候 那時候著名學者 而且是隸屬國民黨 說國民黨黨產是有九千多億 九千八百億 對 到現在才二十年 對 那也就是說每一年下降是四百億 是 所以現在兩百多億 那朱立倫顯然是一個最窮的 處理最少黨產的這個黨主席 比一點 你如果從這換算 你馬上可以算出來 第二 朱立倫所提的不分區名單去看前十名 真正屬於高藝人或屬於朱立倫的 了不起四個 說他所擁有的權力呢 連這個不分區 他都頂多佔百分之四十 不及王津平 沒有 他還好啦 那這樣的一比例之下 你馬上知道發生什麼事 就是說其實朱立倫他所可以擁有的 用明瞭語講 他基本上只能准負協定而已 好 那目前呢 可以去對剩下的這兩百多億 做一點處分的 而且這兩百多億 如果就算把他全部換成現金好了 你真的處分得到的 因為信託了嘛 對 一半很厲害了 為什麼 那個十八拍要給 連動獎要付 水電費要付 那些他都要去弄嘛 所以他能處分到非常有限 再來正式選舉本來就又要花一些嘛 所以這些他能撿到的燈 那些燈籠 實在太有限了 我是在看著都替他覺得好笑 而且可憐 可是後面就算是一百多億 也值得搶對不對 如果爆完你要唱嗎 一百多億 大學 也是要努力嘛 也是要努力 好 所以後面到底國民黨 現在在打什麼算盤 這才是重點 我跟你講 現在大家明眼人都知道 國民黨更知道他們地下室 有那個滾動式民調 民進黨也天天在做滾動式民調 就是剩二十五席到三十五席嘛 所以這件事情不用再玩了 所以如果有人很外行的說 這些錢弄了以後 都是去補助那些人 這太外行了 賣掉就賣掉 還保助他要衝 阿嬤快撞撞 所以我跟你講 那是真的很外行 才會說還要保助 賣掉就賣掉 賣掉就賣掉嘛 對不對 那那些會上的 他自己都有很有募款能力 我先舉個例子 像低手中丁老師 他超會募款的 上次大概八九千萬的 這大家都知道 他有申報嘛 所以那些你也不用去幫他弄 他本來就會自己會募款 好 所以回過頭來 接下來是這剩下的錢 到底是誰有資格去拿 拿了他又要幹嘛 派系 因為後面會上就會上 剩下後面國民黨可以搶的是什麼 所以歐老師 你是說是哪些派系 可以活下來 所謂的滾動式民調 大概國民黨也都知道 哪幾席是有機會的 完全知道 清楚了 不得了 基本上 你雖然提了滿滿的 但是真的會上就那幾個人 那還扣掉這幾個會當選的 可能他本身募款能力也夠 也不需要國民黨支持 真的不要 所以你把這些賣掉 如果不是拿去付退休金 不是拿去付其他什麼債務 那就是某些人他在看這筆錢 我跟他說更好面子 賢明 回答你很清楚 那些沒什麼會掉 或是說一定賣掉 那錢都縮起來了 和選人家就沒在跑了 真的 而且那個本來差距個百分之五的 對 看不出色 因為王如璇 沒多很大 本來差三趴 總要差八趴 像跟我一起競選的某一個人 他就有這種味道 選人家只剩一台 來以前八座八台 現在剩一台 那怎麼靠錢 沒有錢 那沒有錢是怎麼回事 不是只有一個地方 我今天從中部來 袁林立勳 你也沒看國民黨候選人在跑 沒有擠在選戰車在跑 如果有錢 他起不著找到東東都看 至少車子要九步 十步 我跟你講 他現在拿到了支票 他要不要趕快花給人家看 說我有花 我拿到一百萬 總要花個五順給人家看 那一定是沒有拿到 他才不用花給人家看 那現在沒有拿 為什麼他沒有拿到 現在不用花給你了 反正你就賣掉 為什麼 那現在是在搞什麼鬼 在吵什麼 我上禮拜就提醒鄭室委 他也很無奈 我聽說你們不要搞這種 微微就造 瞞天過海 最後會引火自焚 馬上民進黨就立刻派出大家來說 你們也吵地皮 就中了嘛 因為國民黨吵地皮一定比較多嘛 所以他們也非常憤無奈 去講小英以後 馬上民進黨就立刻派出大家來說 然後人家立刻擔十倍的份回頭來了 現在呢 倒楣是誰 就文川會倒楣 文川會不能說 鄭英兄弟 你給我 你給我賣點 我文川會 誰還要死 你給我賣點 我還不能說你不對 所以現在文川會是 電視台也疼 電視台也疼 全部都痛 所以他們有苦難言 不會啦 說清楚就好 對 所以他剛才一直跟我們講兩個字 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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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共什麼 告訴我們說 你去聽清楚前面有一大堆啊 我們現在這個只是混小的處分啊 這哪裡算很嚴重呢 真的 他很窮啊 他們現在只有兩百多億 沒錯 九千八百億跟兩百億 過去每年平均是四百億 四百億這樣弄的 對 然後他們現在處理了 頂多只能處理一百億 這次選舉至少要花到十億 這是起跳價嘛 對不對 所以後面有一個真正動作是 選後哪個派系可以活下來 現在很明顯嘛 馬系跟豬系勉強可以活下來 以及軍系嘛 那軍系他們是有自己的系統可以活下來 因為他有獨立票員嘛 黃國軍黨部最大可控制是兩百五十萬票 所以他們是兩百五十萬票起跳嘛 所以才會去換算說 洪秀是怎麼樣有三百萬票嘛 那豬立委員怎麼樣也不會低於這個票數嘛 他們是這樣去換算的 好 所以軍系他一定能活下來的情況下 後面兩系 你知道派系想要活下來 只有一個字 世傑英大哥對不對 只要一千而已嘛 如果要刺壞的 你如果沒錢不用刺了嘛 就一個字叫錢就是了 關燈大營啦 關燈大營啦 你如果不知道你不用刺 你沒有銀行的時候 錢一直往外流 現金流量會出問題 對 債務一直增加總是要還嘛 不管你多用 你開銀行的 就算你是... 現在沒開銀行 國民黨以前開銀行現在沒有了 就算宋子文的廣東銀行也不會動的啦 一樣啊 不可能一直流出去嘛 所以你一定要先有一筆錢 穩在那裡嘛 可是現在還不談到派系喔 現在當時他們這些為現在 朱立委員所賣命的 當朝的賣命的 他們選後就有可能完全活起來耶 他們全部會拔起來地罪耶 因為我的意思拔起來地罪 不知道 就是 等死了 選完以後 他們絕對的到處失業 這樣 他們現在沒逃亡是要怎麼辦 所以這些是安家費嗎 我跟你講 那個派系你要把它安住 人家才能安心啊 是 如果很好 你現在在這裡主持節目 你明天薪水零不到 你還會在這裡主持節目嗎 半夜三點就跑掉了嘛 一定是財務健康狀況 對 所以一定是很穩定 你才會站這裡 一般跳舞一般微笑的 告訴大家你看國民黨多少 可是問題是 現在國民黨的情況 已經是火燒連環船了嘛 那他該怎麼辦 他們一定要先保住這些人 那他們現在為他們前方打賺的人 比方說你們至少五年內不會失業 這怎麼可能 時間一點 這要講起來這個國民黨賣黨產 這是啞巴吃黃蓮 有苦說不出啊 那這樣國民黨何必那麼多 辛苦呢 那你就把黨產捐回給國家嘛 連你黨公該處理的那一些責任 就政府來幫你處理 不是這樣嗎 政府負責任機會太多了啦 我們認為國民黨是得了便宜又賣怪 但是照剛才四維兄的講法 他是說我們國民黨是扛十字架 扛得好辛苦 這是歷史的貢業 好 拜託你十字架你們可以不扛 我現在就簡單請問幾個問題 市委你剛剛說 第一個 你說國民黨當然現在捐回很多 沒錯啦 今年捐了一點回來 都是在哪裡 萬里啦 石門啦 金山啦 零零翠翠 冰原的沒辦法單獨使用的土地 就剛剛講的嘛 你現在已經登報的這三塊 那你這三筆 你們為什麼不捐呢 很奇怪 捐那種零散零翠 沒辦法單獨使用 完全不值錢的 第二點你說這個十字架很苦的原因 你說國民黨負債一百八十億 那過去這一百八十億怎麼負債來的啦 過去兩位蔣總統的時候 那麼英明的領導 國民黨可曾有負債 所以這一百八十億本身就是一個黑底啊 到底是什麼你要講清楚啊 第三個 就算國民黨有兩千個黨工 現在存在的六百個多不算 就是說已經要已經走的之前的要兩千位好了 這兩千位 當時你們也有給他們勞保啊 所以勞保就已經給付了相當一部分 就算國民黨另外要再給一部分 那你頂多也是比照勞保啊 勞保你看我們一般勞工 一般上班族辛苦一輩子 你頂多一次領就是四十五個月 好 給你算能夠保四萬塊算很高了 四個月四十五個月四萬塊一百八十萬兩千位 也才三十六億嘛 佔你現在國民黨的黨產 我們照估計我們認為還超過兩千億 那就算你們講了兩百億的話 那也是九牛一毛 更何況你們說這兩千位已經是之前掉的 所以我認為很簡單 國民黨如果認為說這個是共業很辛苦 你們也很不想 本來人民要求的就是你交還給國家 由政府來處理不是這個樣子嗎 為什麼還要交給你們少數人 私相授受 而且我再一次強調 其實國民黨現存的 雖然只剩三四十萬黨員 可是國民黨千萬不要 三十七萬 三十七萬黨員 國民黨千萬不要忘了 這三十七萬黨員 如果國民黨認為這些黨產 還是屬於國民黨的 那現在國民黨也不容許由你主席 或者少數幾位中常委 少數的人你們去處置這些黨產 然後不清不楚 不明不白 不行啊 你也要對你這三十七萬黨員做一個交代嘛 畢竟如果國民黨的黨產 是國民黨的 那三十七萬黨員都有份啊 三十七萬黨員都應該跳出來監督 不是這樣子嗎 市監議員 你們待會兒 現在的監督是下屆黨主席清算朱立倫 最好的一個基礎 因為他一定要你帳目拿出來給我看 所以他會產生極大的一個政治衝擊 如果是紅袖柱的話 他一定好好召一下這個男人 這個男人當初怎麼讓紅袖柱 那麼難看的上來又這麼難看下去 如果紅袖柱當黨主席 他一定會清算 因為報紙登得很清楚啊 沒有什麼派系跟不派系 誰當黨主席誰是最大人 那剛剛講了 你不能讓我口袋空空 那我當個空頭黨主席 好問題 歐老師一直在偷笑 不過問題來了 我們先看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看到這一群人嘛 穿著這個外面的這個競選服飾 沒錯 你看到是朱立倫 朱立倫又出現了 是向易銷後援喊話 王金銘說要大家來朱立倫後援 可是問題是 這些消防員有些是在工作的 他們怎麼來的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最新的一群人請假 為了朱立倫 請本科同仁一律請假前往協助 預銷活動 什麼事情這麼厚大 要消防員放下手邊請勿 無論如何都得參加 十二月十六為了要辦這個 豬王合體全國易銷 來挺這個 王金銘跟朱立倫的這個活動 這個明確地違反了公務人員 行政中立法的第七條 名為易銷大會師 其實還有50多名公務員身份的 消防同仁都被迫請假協助 為了避嫌還要求只能用電話通知 民進黨立委痛批不但不尊重消防工作 更是執法犯法 新北市消防局的外勤指揮官 各個大隊的大隊長 通通在忙著去動員易銷來參加選舉造勢 如果在那個時候發生了重大的火災呢 內部的公務人員選舉的時候 就沒有辦法向黃局長的上級長官朱立倫選舉 被點名濫用行政資源 兩位活動主角王金銘和朱立倫 都在第一時間撇清 這個我不清楚 今天好像是議長他們在舉行 議長對 議長 議長他是總隊隊長 是否有這樣的情況 我是感覺都是易銷的好朋友 傅宣的好朋友 有一些來自桃園的 來自中南部的我都認得 這個我們為了虛情檢討 如果有原則上 我們可以接受調查沒關係 大選前市長投入選舉活動 卻連累揮下消防員 前假期間的朱立倫如果沒有解釋清楚 民進黨恐怕不會輕易放過 記者賴教侯維珍 SN小組 台北採訪報導 驚然這是怎麼回事 前陣子不是一對勞動單位的人 包括勞委會的勞動的主管 跑去基隆替好龍斌競選 當時我們就說 你們中央職業下來 現在怎麼樣 這個我們朱立倫怎麼說 他說這是桃園 南部 我都有認識 可是明明就是新北市的 我們來看一下總共有高達4到50人 當天我們來看這個訊息 來看一下這個訊息 這個地方 來 整個包括我們說的 這裡面有哪些 現場活動編分 綜合規劃科 報導引導組 現場秩序組 交通組 活動組 負負責人員包括名利運用 科長 股長 科員 專員 隊員災害搶救 科股長 這些人都是屬於現在 在公務體系的 當天總共有四五十人請假到場協助 沒錯 沒錯 我們承認這些是義銷 義銷來自於地方 可是負責這些 負責衣服的 排椅子的 還有所謂報導 可是來自公務機關 竟然這是怎麼回事 兩個事情 一個是今天還有一個 就是時報週刊講說 是胡志強找了邱毅跟 這個蔡振元出來爆料 那我們也看到段一康 其實一直是民黨綠營的炮手 那我要問的是 這個看起來不是好奇 因為他的公信力 在上一次2014的選舉當中 這兩個人的公信力 都被打到一個大差 段一康相對在公信力上 目前來看比他們兩個好 所以現在看到兩邊的炮手 站出來的時候 這兩個人 我不是說 蔡振元跟邱毅講的東西 不是事實或是事實 而是這兩個人的公信力 一站出來 會被大家在某種程度上 就先跟你打了一個大差 然後他們兩個的表述方式 我講了比較細虐 那可是你看相對於段一康 段一康爆料 或是今天看到吳秉瑞出來 他們拿到了一個這個 還是有一個本來是說用電話 這個資料怎麼可能秀出來 而且上面還有這些內容 這不是從新北市秀出來的 還有誰可以流出來這個資料呢 所以我覺得有點stupid 因為這個行政中立這件事情 從非常非常久 從1994年開始 民選官派市長改民選以後 大家就非常在意這些事情 很容易就發生 一路上都有發生過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包括我們還看過陳其邁的爸爸 在民政局裡面折個信封 幫忙宣傳一下折個信封 都被拿出來檢討 我要說的是 從1994年到現在2015年 這麼多年過去了 將近二十幾年的時間 行政中立這件事情 基本上是大家都已經可以認知的 可是你還會去動員 還有一定是裡面的人不爽 我剛剛也跟鄭志偉講 一定是裡面的人不爽 不願意被動員 在這個選舉的敏感時刻 哪怕是還有一種就是偷掏暴力 我也覺得也有可能西瓜效應 現在選到現在大家都知道結果是怎樣 所以把東西就拿出去了 給了這個民黨相關的 那你就是行政不中立 經過二十幾年這個民選的過程當中 一次一次的選舉 這個東西是非常清楚的 那在這個時間點上 一個是禮拜二的下午 一個是禮拜三 禮拜二下午相關的人等 通通要出勤幫忙做處理 沒錯是請了假了 請了假之前你在辦公室裡面做這些事情 他行政當然就不中立 那這個過程當中就非常清楚 然後又連帶的是幫誰 誰當主持人你知道嗎 是我們的王金平 那王金平這時候又在喊國會改革 所以他們所有的事情都是自己打到自己 那你既然要國會改革 那在這個關節點上 你不是在做的都是非大家一般認知的 本來應該行政中立你在這裡面動員 那你又喊國會改革 那這裡面都是打一個差 怎麼可能呢 那為什麼一路上都做這樣的一個錯的事情 大家就看到了 國民黨這次不是敗給民進黨 是在沒有對的時間做對的事情 所有都是錯 在錯的時間做錯的事情 一路上錯都是自己打自己 搬一個大石頭砸自己的腳 搬一個大石頭砸自己的腳 所以搞到今天這個狀況 讓大家看到選舉結果已經出來 既然選舉結果就已經出來 那能不能選的不要那麼難看 那不要那麼難看就是維持一點 你還有一點讓大家撐取的 就是說基本上的民主那個程序 或是民主那個價值 讓大家看到那個民主文化 不是你又選的這麼難看 所以現在我們實在不懂 世衛真的你料幾次清楚 等我要聽看連方的意思 你想看這次八仙樂園事情 到現在其實還沒有一個段落 然後接著又是這個烏來的 這個水的問題 新北市也沒有處理好 這些都是跟義消 跟消防隊是絕對有關係 緊急救援嘛 這個我們說八仙樂園緊急救援 那麼這個烏來消防隊緊急救援 其實他們的勤務是很高的 所以這份資料多清楚 連時間分配到點幾點要結束 然後最關鍵的字眼在這邊 請本科同仁一律請假前往協助義消活動 所以這樣起來行政中立這個字眼 在朱立委員腳下 已經被見納到完全不存在了 No 我在這邊要跟各位做說明的是 警消跟義消他們為地方的 這個消防工作的一個努力 真的是相當的一個辛苦 那你說他們的一個感情如何 那當然我們也必須要給他們做肯定 因為有時候警消你有需要義消 這些地方的一個好朋友 他們這樣是沒那麼薪水 他們直接來的 打火在救火的時候 那是很辛苦的 你不可以說 他們讓警消 讓他們沒收 所以說地方跟這一個地方的義消 跟這一個行政的警消 他們的一個密切配合他們的感情 這是相當好的 我必須要這樣講 那你說這一次在朱立倫競選總統 那成立這個全國義消的一個後援會 那王金平院長的一個角色 他是全國義消的一個總會長 當然他是立法院的一個龍頭 他對於這一些警消 甚至於義消的一個裝備 甚至於對他們的一個福利 我相信王院長他的一個爭取 或者是說他對地方的這一些關心 我相信這是有目共睹的 那今天你說今天警消 可能有幫了義消做了這些文件 或者是講說有請假到現場去 那剛剛這一個新北市消防局的主密 陳國中也表態了 這個部分他們可以檢討 但是有沒有違反行政中立 他也講他歡迎調查 所以說這方面或許他們有去現場 也有在幫忙 那可能是投桃報李 你應該你義消的幫忙 現在我警消 我有需要幫你幫忙 但是你要幫忙 大家如果是感情的關係 你一定要依照公務人員的一個行政中立 你是要請假還是要怎麼樣子 你絕對不要違反行政中立的一個原則 這個我來跟各位做報道 所以市委如果你講有道理的話 那這些資料 就不應該洩出來 那前面我也講 我先請教 剛剛金燃姐也說了 或許裡面 大家有各自不同 黨派的一個立場 現在這樣選擇 可是不是義消跟幾消的感情 那你說他這個做的報表 他是在上班時間做或下班時間做 當然我們打上問號 你怎麼解讀自己 現在我們談行政中立 已經談到這個程度 不論義消跟幾消關係多好 可以把他這樣子要求他一定要 這個所謂的請假來協助活動嗎 當然不可以 那如果蔡英文也成立全國義消後援會 請新北市消防局也比照辦理 可不可以 當然不可以 台灣在炒行政中立 已經炒了這麼多年了 那當然到現在 我承認我們的政府 都還沒有完全做到百分之百的行政中立 可是這種事情要一而再再也再進步 發生這種事情 新北市政府消防局 矚密已經講說 他們要檢討 我覺得這個事件 沒什麼好硬拗的 最近美國不是有 從繼希拉蕊之後 另外一個 也有所謂的電郵門事件 什麼叫電郵門 其實大家聽起來 好像一個超級大的弊案 其實不是 他是用他個人的電子郵件帳號 收發公務的電子郵件 這樣就不行了 因為美國的規定非常嚴格 特別是像國務卿這種 這麼重要位置 你的公務的電子郵件 一定要用 我給你的公的帳號才可以 那有時候可能麻煩的帶回家 或是隨身的筆電處理一下 可能有時候就沒有處理 可是這個在美國引起軒然大波 這個事情很清楚 義消因為他不是公職 他是一般的民間 所以義消可不可以組後援會支持 任何的一個政黨或一個候選人 當然可以 這是他們的憲法賦予他們的自由 那你說好 正式的消防隊員 他跟義消之間平常有感情的聯繫 這個我也同意 因為他們常常在一起出勤務 感情一定相當不錯 這個我完全同意 那你說好 義消辦 要辦這種朱立倫的後援會 那義消自己可不可以處理 當然可以處理嘛 那為什麼要正式的消防隊員幫他處理 而且從這個表格 其實我們看得很清楚 那個就是很典型的 國民黨式的行政動員嘛 找誰報到 然後還提醒大家 要記得請假喔 這是很典型的事情嘛 我覺得這個是也沒什麼好講的 那你今天新北市的消防局的主任秘書 我覺得主任秘書 這個到底是不是你的意思 還是局長的意思 要要把他講清楚耶 因為我覺得你如果說 你既然已經承認錯誤了 那不如就自行處分吧 該怎麼處理 怎麼處理 我們國家有法律規定 包括有公務員的利益迴避法 有行政中立法 都有相關規定 但是行政中立法沒有罰則 他只是告訴你說 你不可以做這個 你不可以做那個 但是你如果違反 對不起 沒有罰則 他是由內部的公務體系的 內部的機制 跟他的長官 依照他的自由新政來裁罰 其實我前幾天遇到這個 新北市議員何博文 我才來問他我說 朱立倫在新北市 有輸不起的壓力 行政資源一定動得很厲害 那當然 何博文說對啊 所以他說 我們新北 民進黨 新北市議員盯得很緊 每一個區長 每個里長都在盯 都盯得很緊 在盯得很緊的情況之下 還有消防局會幹這種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當然 他對選舉來講 他不會造成任何這個太大的影響 也不會左右選情 可是我覺得台灣好不容易慢慢的民主化 大家在貫徹這種文官中立的時候 其實這種事情不應該讓他再發生 因為我覺得碰到這種事情 不管哪一個黨執政 今天如果說民進黨執政的地方政府 有出現這種行政不中立的事情 我也不能接受 行政中立是不管哪一個政黨 都應該要遵守的事情 你要辦後援會 你就要義銷自己去弄 對不對 那好 出來這兩張表格 難道我們還真的要去查 這是在上班時間 下班時間做的嗎 那如果要查得那麼嚴格 那你有沒有在上班時間 打一通電話 好 連忘說了有道理 我也要請教事件 因為事件是臺北市議員 當然很久的事情 我先講幾名例子 以前幾名是在這個證券 所以證券有個叫做 證投信投顧公會 那麼對口就是這個 今晚會的這個所謂的 跟證券相關的一個官員 所以官員會指派 我們這個證券公會 然後去解決什麼事情 但是絕對不是官員 官員只打電話說 你們我們最近有什麼活動 你們這個投顧投會 那我們就趕快把這個 就交了這個年費 月費就去辦活動 請官員來 官員來 你來講話 好 那中間絕對沒有什麼 什麼證券的這個相關單位 所以他們會派任何的官員 過來扶諸我們 投信投顧公會做事情 不會的 所以投信投顧 自己有組織 自己有錢 不會需要你來動員 所以事件議員 這在臺北市可以發生嗎 我認為我是那個 傑銘 我不客氣的對市委兄講 這件事情我覺得 這個國民黨朱立倫的做法是 膽大妄為 然後藉口一堆 真的 這不是朱立倫做的 我跟你講 這不是朱立倫做的 我為什麼說藉口一堆 朱立倫剛剛不是說 不是啦 也不是只有都不是新北市 他說其他縣市都很多都來啊 桃園市 剛剛這個就是 全國的 這就是藉口 我告訴你 這就是藉口 我先跟你說 我請問上班時間去開會 開頭備會 然後用公務車去載這些支持的布條旗幟 我這是不是嘛 那最重要的就是說 這個事實上 預銷他的補助款跟預算 都是由警銷 就是消防局來編列來支付的 所以說警銷消防局去的長官有沒有請假 其實那這個都無關了啦 你請假三小時 你那個身份還是警銷 你還是公務員啊 你的那個身份在 你還是一樣控制著所有預銷 他們的補助款 以前民進黨執政的時候的官員 也都是這樣子在做浮險的 你舉例 你舉一個 所以你這句話就已經承認了 那我為什麼說藉口一堆 他有請假 你剛剛說 他不是沒有請假 你請假 對不對 三小時請假 一天 你那個身份也還是消防局 還是警銷啊 所以說你說違反行政中立的原則 對 這是違反行政中立的原則 司衛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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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說 司衛兄 他的關鍵點在什麼地方 他的關鍵點是說 這個請本科同仁一律請假 前往協助益銷活動 是由這個秘書處要求同仁一律請假 不是自願去請假 這邊差別性 是不是 那當然也許 朱議員知不知道 我不知道 可是你這邊這個文章裡面 就談到是邀請 那我今天是本科同仁 我敢不請假嗎 等我請你回應 我先接一下電話 消防員淪為這個朱家的行政 不中立 可以嗎 我們等我接受觀眾朋友 call in 就是消防員淪為朱家的行政中立 可以嗎 我們聽聽觀眾的想法 好 這個事情 我這樣說 今天這個事情 為什麼要這麼說 剛才這個年況講一道理 那好啊 現在這個蔡英文也到新北市 然後也辦全國益銷活動 那請問一下 新北市的消防單位 是不是也要比照辦理 請本科同仁一律請假前往協助益銷活動 好 傑民我首先回應一個 第一個剛剛事件議員講說 朱立倫膽大妄為 我必須要否認 這跟朱立倫沒有關係 這是全國一銷 他們總會然後去成立的一個 挺租的一個後援會 這跟朱立倫什麼關係 好啦 你現在講說 如果這個是新北市政府 消防局單位 他們所去編列 然後邀請本科的一個同仁 他們請假 然後去參加這個活動的話 不是邀請 是下令 我就講 不管邀請也好 下令也罷 剛剛主幣就說了 他們願意接受調查 所以說我講 這個是上班時間做 或下班時間做 或者是他們做 或不是他們做 這都有待上見 我就用聯網的問題請教你 等一下 我再回應一下 事件議員剛剛講 說請我舉證出來 好了 前一陣子我們就講過了 桃園市政府 那個時候在動員 農漁會系統的時候 桃園市的議員所發據的簡訊 講說桃園市政府農業局的人員 發了簡訊 請所有農會的人 他們都要到現場去參加 停小英的後援會 有沒有這回事 有嘛 那個時候也是新聞 也報導了很多 議員也有出來做檢舉 事件議員你要叫我提出證據 我就提出證據 那你們今天如果你們執政的 桃園市政府已經有出面人心 如果有違反行政中立法的話 延辦嘛 依據相關的這個法律 延辦嘛 對不對 徹查嘛 那假設如果說 他是有請假了之後 他下班他請假的時候 他有那個身分 可是他去協助 難道不行嗎 我請問 柯文哲市長說他 要行政中立 他不請假扶選 他現在還不是要請假扶選 是不是 所以說我就講 有時候事件議員 他是單操一個 他一個人去嘛 他有以他的身分 難道局處長 其他人去那邊演講 難道找什麼資源去宣布嗎 來來 沒關係 等會我請事件議員 全部回應過來 好 所以現在關鍵點 這起到一件事情 這個我們一定要把它講清楚 你說桃園市請桃園的什麼局長 桃園市的農會 農會 局長打電話給農會 如果補去的話 以後不補助你這個經費 那個是桃園的一個魯明哲議員 公司司委 第一點 這一個桃園市政府 已經正式澄清也說明 那不要在這邊扭曲 第二個 我剛剛為什麼說你們借口一堆 你們剛剛用請假 然後用感情 我就講感情好了 你說警消 預消 平常他們工作在一會兒這個感情 預消幫警消 難道不是如此嗎 所以預消現在活動警消去幫忙 對 我跟你講 預消幫警消是公事 他去幫忙消防去幫忙救災 然後現在預消他有事情 他是要辦的 這個是私事 支持朱立倫的後援會 這是私事 然後你說警消消防局正式的人員 就投桃報李 你說這是感情 可以這樣子嗎 我們的感情 如果是因為公事 我預消來幫你警消消防 打我救災 那我自己私事的時候 你警消怎麼可以用你公家的身分 甚至支援 我剛剛講公務車這怎麼講 然後我為什麼說上班 請假不請假 差別其實在你們這個事情沒差別 你剛剛說柯文哲 柯文哲請假去 他登操一個 他連公務車也沒用 他也沒去現場宣布什麼利多 他沒有利用他的身分 好 我們正好有意 來 時間也正好沒有 義消打電話來 是新北市的義消 來 王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你好 我跟你說 去年朱立倫選新北市市長的時候 選前之夜都照很像你上面那些 類似那種就是有報到的人 還有很多 反正就是那些 然後呢 我先打個岔王先生 我先請教 因為剛才這個我們製作單位說 你本身是義消 這些事情都是真的 消防隊員放假還被迫要去現場 然後你沒有做到還被大隊長罵 你沒有 你人不夠還要被罵 那你說行政中立不中立 那你覺得這中立嗎 所以你意思說如果沒有做到事情 小隊長會被大隊長刺責 你去幫忙伸遠嗎對不對 人數不夠 他會說你們這個隊在幹什麼吃的 為什麼都沒有人 有Quota就對了 王先生這個辭通市場 買人數的耶 我跟你講坦白的 義消是藍的是綠的我們不要講 但是我可以跟你說 沒有支持助力的人是比較多的啦 你知道嗎 你叫這些不支持 而且講難聽一點 當時去的義消有幾個人 我跟你講 我們去選前之夜遊覽車下去 我們的遊覽車還撞到 而且那個時候 整個板橋那裡塞著亂七八糟的 那很多全部都是各地來的義消 我們車上吃的便當 誰出錢的 奇怪咧 對不對 還發公文 你去找消防肥皂箱 公文都被和洩掉了 所以王先生其實你當時知道這個事情的時候 心中其心 但是因為他們已經有人丟出來 但是已經 就被弄掉了 就被強制就用不見了 你去找消防肥皂箱的版主 你去問 有這種事情 有公文跟你們幾乎都很像 好 這是我們新美式王先生的這個 他說去年就已經有這樣的事情了 所以也都一樣有這種公文 好我們接下一通電話 是來自於花蓮的史先生 史先生你好 你在線上 傑銘你好 我講三點 那根據基督徒最新的民調 那支持宋楚瑜的有39% 那支持蔡英文的有32% 那朱立倫吊車尾只有4%而已 所以他一定會落選 那第二點 請問啊 那個市委啊 民進黨在台南高雄執政 卻把登革熱的責任 賴在國民黨身上 您覺得公平嗎 第三點 我想請歐崇敬代表 宋楚瑜主席宣誓 宋楚瑜當選後 一定會讓登革熱在台灣消失 謝謝 沒有人做得到 好 史先生你這句話可能 不知道宋楚瑜做的 不知道做不到 傑銘我補充一下 是是是 剛剛市委提到 你講的記者會 應該是你們的市議員 魯明哲開的嘛 對不對 對 沒有錯 他開過這個記者會 可是他有沒有去查證 因為開會的時間也不對 開會的討論內容也不對 你現在講的是桃園的那件事情 因為桃園市政府 馬上有出來說明 他說魯明哲講的開會時間 第一開會時間不對 第二開會的內容不對 真正他們的農業局 找了農漁會也來開會 有是在十月份 然後是請大家來討論台灣燈會的事情 跟輔選根本無關 那這個事情是就很簡單 那我覺得這個事情 你已經說要 剛剛市監議員講說 要公務車去幫他們載 載器材這些事情 那這個難道沒有違反行政中立嗎 而且我講過行政中立有這個法律 可是他沒有罰則 好 新北的主密講得很好聽 我願意接受調查 請問誰調查 誰調查 你告訴我誰調查 調查的還是新北市政府 新北市長現在還叫朱立倫 你覺得這調查會有結果嗎 他不會有任何結果 所以不要在那邊講說接受調查 我覺得你今天新北的主密 你就出來 你就說的確有這個事情 這個是我們不對道歉 就算了 也沒人要求你要辭職 可是年華 剛剛那個就是縣市報了 剛剛那個打電話被動員 他就是不爽 其實我跟你講 所以我覺得他這個是反效果 就是說你不需要把行政中立 這件事情 因為現在台灣社會的那個 教育水準 那個知識水準都很高 我也講了1994年 台北市市長民選以後 這種行政中立都要求得非常嚴格 二十幾年下來大家都知道 那文官自己在那個位置上 也很清楚 他該做什麼事 他不該做什麼事 所以剛剛那個表達出來就是 你不要這樣搞 馬上摳進來 表示他們看這節目的時候 你要摳我們進來的人 不是那麼容易 你一定要很早以前就摳了 那一定是聽完之後抓狂 你知道嗎 就直接就直接摳進來 等你什麼時候來Q題目 那個才可能摳得進來 因為我們摳進來是真的很困難 好 但是問題來了 會不會是因為這句話 其實這是我自己下的標 為國會改革 王進民重炮轟蔡英文 自以為是 但是我要說的事情 這我自己下標 王進民小心 敵人是在你自己的身邊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這裡面有個內容是說 王進民講說 後援會一一的成立 遍及全國各地 除全力輔選朱立外 也希望立法院的立法委的席制 最起碼成為最大黨 好 因為這句話說 對不起 那朱元的心美事要不要動員 所以懷疑事情 那麼這四個人合體有效嗎 我們來看一下 昨天四大天王合體 那後續效果怎麼樣 綠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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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動選 動選 藍營天王排排站 開放訪問一個一個來 權位就選情 你們看現在四個都任你們挑 先挑哪一個 但馬總統進場前這一句 怎麼來幫朱主席 好冷喔 神回應 聽著大家一頭霧水 今天天氣非常冷 大家在下面吃吃的等 我們朱主席的選情非常熱 不知為何馬總統好心情 回答問題也特別俏皮 還主動Cue了王金平 來 我們公道伯講句話了 團結一致 那要盡全力來浮現這個朱主席 鏡頭前每個人話當然都說得很好聽 朱立倫也趁機討救兵 請馬學長拜託一下周學姐出來 我一定轉答 雖說世衛選舉來寧劇 但這晚宴辦得高調 外界也揣測 發起人吳敦毅是別有用心 為黨主席來布局 完全無關 我們現在同心協力 讓朱立倫主席當選總統 他繼續擔任主席 是上個禮拜是上金下平上人 打了電話給我 他說欸 他說副總統 你是競選總部的榮譽主任委員 你做個小東 我們挑個時間 黨內的團結的這個人心 把他聚在一起 包括連戰 吳伯雄 蔣孝言等人 給面子通通出席 畢竟國民黨選情在谷底天王的恩怨 也只能都先把一邊合體營造大團結氛圍 好 這樣的情況下 當然有幾個疑問就產生了 其中第一個問題要問的事情是 歐老師我請問一下 是 我要請問一下這裡 你有看到副總統候選人嗎 過往的這種所謂的這種活動 副總統候選人會不會出席這樣的場合 當然 那為什麼這一次是沒有王如璇呢 是不是故意這個黨政高層對於王如璇 開始真的已經不耐煩了 不用黨政高層 每一個國民黨的黨員都很努力的 要把王如璇藏起來 不找他藏起來 他一露出來以後 大家就會想起來 就會掃很多票 這樣很麻煩 所以以這個情況下 我要問一件事情 當大家在說這句話的時候 人會說王如璇在什麼地方 那還有這個第一點 第二點其實我們比較好奇的事情是 剛才吳敦義還特別講一句話說 這是上金下平邀請的 他為什麼突然加這句話 這句話不是很不搭嗎 就是你吳敦義嘛 你現在是後援會的這個所謂的 主任你邀請的動作 為什麼要再把王清明拉進來 回到主持人 你剛才一開始問了說 他們四個合體 真的是不是就有辦法加持 而且真的會有效果 把票拉高 答案沒辦法 沒辦法真的原因是因為 大家都知道這幾個人 沒有真正的團結 並沒有響應朱立倫說 我們接下來是真正的團結 那剛才竟然講一個很不錯的話 說搬起石頭 扎自己的腳 不過我付諸一點 他們總是搬起石頭 扎同志的腳 搬起石頭 再抓隔壁同志的腳 那由於大家互相搬起石頭 扎隔壁同志的腳 扎來扎去 所以所有的人腳 就全部都殘背了 所以國民黨必須要有一個關鍵的改革 可是停止在自相殘殺 停止在做任何不正義的事情 包含自相殘殺 都是一種非常不正義的事情 你任何一種動物 知道要活下去 都知道要和諧 團結 主持正義才能活下去 是 可是文黨 還一直沒有在做這件事情 好問題 從現在開始 要從這裡開始 所以除了王如璇之外 難道還沒有租一半的隊友 對不起 也讓我這麼說 因為等我要提示文回憶 這裡面還缺一個人 你們注意到缺了一個人 叫做胡志強 果不其然今天的爆料是 正義連線 誰是幕後的操盤手呢 Bingo答案出來了 怎麼會這樣子事情好像要開始爆 不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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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這畫面還知道 這是民進黨立委參選陳文斌 在兩塊的看板中間 放上了馬英九 結果三個小時就下來 不是我放的 不是我放的 好 現在狀況是怎麼樣子 原來邱毅 邱正元 邱毅跟蔡正元 他們出來的理由 是這麼一回事 他說胡志強三顧茅庫 正義連線合體滅英 這時報週刊 在12月18號 他說 邱毅說 退出了PK小組後 我不斷接到胡志強的電話 到電視台錄影 電視台錄影 當然就指的是胡志強 那個電視台 胡還親自到攝影棚探班 上週末還約我跟蔡正元咖啡 我跟蔡正元的滿腔憤恨 那為什麼會被化解 還特別到探班是哪個攝影棚 結果答案事情 竟然不是連戰 而是胡志強 這是怎麼回事 首先他那棟樓 我們去錄影過的人都知道 我想金蘭 或者是前面兩位前面都很清楚 那個他辦公室 根本就在那個攝影棚的樓下 所以他們要見面 是非常容易的 那所謂的他們 他只要經過就已經是探班了 他們當然也如果人來的話 他們老朋友打個招呼 是一個非常簡單的事情 所以你們是五樓跟六樓 所以辦公室應該在四樓 三四樓那邊 他們其實很容易 咖啡是在二樓 二樓喝咖啡 所以其實是真的非常容易 我們在那也經常在那裡喝咖啡 以前經常在錄影 經常在錄影 也經常在樓下喝咖啡 我第一杯咖啡 在那邊是你請的 所以這第一件事情 他已經非常容易 第二件事情就是說 朱立倫是不可能叫得動 聯繫的人馬的這個大家都非常清楚 OK 所以朱立倫 沒有辦法參與在這裡面 他不能叫得動聯繫的人馬 他當然叫不動蔡正元 也叫不動邱毅嘛 因為他正在叫得動 這兩個人沒有這麼簡單 何況別忘了 邱毅並沒有被他提名不分區 而邱毅本來已經告訴大家說 他有在部分區十名以內 那他怎麼可能叫得動邱毅呢 這不是見了鬼了嗎 那所以呢 如果說要同意他們兩個出來 那總要朱立倫跟胡志強兩個要 基本上要同意嘛 那胡志強一定要扮演一個角色 去跟聯繫那邊去講 那是不是直接由胡志強去講 這又有另外一個 story 但是至少他們兩個要共同同意說 所以周刊之前爆料說 朱立倫找了胡志強之後 會讓小英不能躺著選 原來講了半天是胡志強 找了蔡正元 找了邱毅啊 我聽講這個某個集團 某個報業集團以及電視集團 他們扮演一個非常重要的角色 就是幫藍軍打極度的強心針 因為我之前才跟這個其中 他的這個媒體總監 在東方文化有一起吃飯 他說他們後來測試的結果 就是整個幫藍軍徹底的講話 這樣子他們收視率肝會比較高 而且會比友台 第五十六台那邊 還會高一點 他所幸就如此這樣做 事實上也是這樣 對 所以當時這樣的時候 他們當然也會在他們週刊 努力的打強心針 而且胡志強他同時 兼他們的這個很重要的高級主管 對不對 那打這個強心針 把這個credit給胡志強 當然對他們好像是好事情 不是國民黨在打選戰 怎麼會牽扯到另外一個 電視場的利益關係呢 好 所以我們現在談一件事情 市委這樣打下去 你們真的很辛苦了 要不是因為他把這些土地拿出來 就不會現在鋪天蓋地 將你們黨產 我接下來問一件事情 那這張圖又是怎麼回事呢 怎麼是一個所長 這是你們的主委 這個被大作文章 我們先進個廣告 是的 市委我們來看一下 這是什麼東西 就是這次在彰化的選舉 那把馬英九的這個圖片放上去 三個小時就下架了 那他們說這是黑函 好 算了 接著下來是什麼 王惠美還到警局報案 說這是黑函 另外一件事 林玉芳為了這個布條 契集敗壞 什麼布條 支持林玉芳 就是支持王盧璇 王盧璇說支持我其實好事 為什麼不支持我呢 好 現在又加一條 這是前面是跟朱立倫拍的 後面同個位置 把朱立倫給下架 現在怎麼樣 你們國民黨自己鬥得很厲害 我先回應一下 你剛剛講的那個凡布條 或者是那個簡單的一個布條 選舉罷免法 在第五十二條還是五十三條的時候 只要你出去一張文宣 候選人都要簽名 如果你沒有簽名 那個文宣叫做黑函 所以有這條法規 對 有這條法規 再來選舉罷免法 第一百零四條 還有規定 你做的一個文宣 甚至於播放的影片 或者是圖片 你到底是要意圖使人當選 或不當選 如果你都沒有表明清楚 你是這樣做的話 也是五年以下有紀徒情 所以說你今天要 如果說你要做這個文宣的話 你是要意圖使他當選 你如果覺得這個文宣好 這樣就署名 如果你覺得講說 你是意圖使他不當選 你不署名 這搞不好也有這個現象 OK 那這個問題怎麼辦 那這個要讓顧細節 那你說李清華這個 我必須 我昨天也有聲明了 因為李清華包括賴賴高速公路 我昨天去這一個新店的時候 我有看到還是 還是